原标题,老外点赞的中国新四大发明,这个假期表现如何? 高铁移动支付共享单车网购被称为中国新四大发明,国庆期间新四大发明表现如何呢? 网红复兴号迎首个假期考验,高铁游火了。 十一长假进入第七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量继续保持在千万人次以上, 其中将近四成的游客乘坐高铁出行,高铁游受到青睐。 今年国庆市复兴号动车组列车提速后的第一个长假,时速350公里, 从北京到上海只需要不到四个半小时,全列提供免费WiFi, 复兴号成了网红,游客拍照片发朋友圈也成了标配。 游客因为复兴号是现在中国最快的高铁吗? 中国速度 游客很稳而且很舒适,你在以前的列车上是不会这腰稳的。 截至2016年底,中国高速铁路营业里程已突破二。 两万公里居世界第一位四纵四横高铁网基本成型, 建成了世界最现代化的高速铁路网。 虽然假期前两天和后两天任门线路依然一票难求, 不过随着越来越多城市加入到全国高铁网, 游客返乡外出旅游变得更加便捷。 今年国庆在江西瑞昌工作的廖先生没有像以往一样忙着刷网返火车票。 9月中, 驱五九高铁的开通是瑞昌加入高铁网。 京亭瑞昌的动车也有以前的四趟增加到20多趟。 廖先生五九高铁开通以后可以选择的车次多了, 高铁和动车加起来有20多趟, 差不多每半个小时就会有一趟, 所以坐车比较方便。 热门景区共享单车不添堵。 到达目的地后, 游客可以骑上共享单车在城市游览, 更便捷也更能感受当地的气息。 西安游客来西安就是为了体验古都的文化气息, 用共享单车旅游其实是很舒适的一种方式。 北京游客来北京之后, 我跟朋友骑自行车在街上走, 路过了好多景点, 很便捷。 不过, 共享单车的涌入也给景区管理带来压力。 今年清明假期10万辆自行车涌入杭州西湖, 造成交通瘫痪。 半年过去后, 11的西湖变得秩序井然。 杭州游客, 今年的清明五一我都来过西湖旅游, 那时候觉得不是太好。 清明五一雷风谈你别说走自行车, 你连人都过不去。 11做得很不错。 在景区入口, 景区管理人员和共享单车企业, 因为人员忙着组织车辆停放, 西湖景区城管凤凰中队机动分队长许恩波介绍, 他们设立标志台, 提醒游客按秩序停放。 这些路段我们都设立了隔离桩, 还有提醒标志, 提醒末端出行的游客哪些区域不能停放。 又收拾了引导员, 告诉他们哪些位置可以停放。 快递不放假, 新零售成景点。 在路上的布置游人, 还有一个个快递。 国庆节期间, 各大电商也搞起了打折促销活动。 北京市民李先生网购了些零食, 本来担心国庆期间送货会变慢, 不过第二天就收到了快递。 昨天在网上买了点糖果, 本来以为11发货会很慢, 结果今天一早就送到了快递快速抵达的背后, 是智慧物流的快速发展。 智能仓分解员李希盈介绍, 她现在每天的工作就是和智能分解机器人一起分解快递, 配送效率更高。 由于有了这些机器人的帮助, 我们的效率也翻了三倍。 我一分钟能减12件, 你上午下的单, 下午就能收到每天有几万个包裹都是从这里发出。 今年国庆, 网购也有了升级版, 线上线下结合的新零售, 上海一家旅游社甚至推出上海河马先生, 杭州家时代的新零售一日游, 吸引年轻游客, 不带钱也能横扫世界, 中国移动支付自带冲击波。 11黄金周, 不少国人选择出境旅游, 在巴黎三纳河探, 有游客通过微信扫码订票, 在梦买街头, 有人用支付宝买印度飞饼, 在日本零售店, 在泰国街头小巷, 在莫斯科地铁, 我国的移动支付加速出征海外, 未来五年让中国出境, 旅游达到7亿人次, 这是中国旅游发展报告2016设定的小目标。 设想一下, 当累计一半的中国人游览世界时, 中国游客给全球贡献的消费量, 还有生活方式的改变, 而移动支付必然是其中之一。 这个黄金周移动支付的冲击, 已经在被公认为互联网挖地的欧洲显现, 如今中国游客在德国慕尼黑机场购物, 只需扫码支付而不用再兑换外币。 慕尼黑机场免税店交售员, 没想到现在支付宝都已经能达到欧洲或者能达到德国的程度, 他们觉得能用银联付款都已经特别好了。 纵然全球移动支付市场还是蓝海一片, 而中国移动支付已经走在前列。 如果说移动支付把钱包搬到了手机上, 那邀网购用一辆购物车买遍全世界, 高铁拉近天涯海角的距离, 共享单车则是把最后一公里更轻松。 今年的黄金周新四大发明让国庆假期有了更具有科技范儿的打开方式。 责任编辑张建立